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1 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谈北韩和美国的最高层会议 川金会 但其实谈论这个会议之前 已经译名都可以谈论很多 首先,剛才周演大師問,為什麼不叫特金會,我們一向都說特朗普 但特朗普應該讀川普,可能是比較符合廣東話的應用 那叫川金會,但沒辦法,因為習慣了特朗普,所以特金會會比較好 早前我和你講,朝鮮還是北韓,北韓,南韓,北朝鮮,南朝鮮 然後你就說,南韓,南韓,我就說,韓國是高麗 只是國際譯名,都很值得爭論一段時間 最記得,當時叫漢城,就是因為南韓堅持 我們國家不可以有中國的影子,所以才堅持 最初的時候,因為他只有韓文,所以沒有名字,只是蘇 翻譯,100多年前,叫漢城,就叫漢城 我最重要的是,當時有電影叫漢城攻略 就是為了避免的東西,改名叫漢城攻略 因為他拍過一刻,是叫漢城的 拍完相片,就叫漢城攻略,不是叫漢城攻略 因為不順口,所以就是朝鮮民主國和國,大韓民國之類 好,我們今天就說回會議本身 首先要說一件事,所有自認有先知的KOL,評論員 這次都一定是糟糕了,因為從來沒有人覺得 這件事會談不成,不會覺得談不成的原因 就是因為特朗普之前已經放風了 說金正恩是友好,又是朋友,準備好了 聯合宣言,一談完就簽 而金正恩,其實就是一種策略 就是乘三日火車來越南 然後再乘三日火車,由河內回到平壤 你搞到州居勞頓,怎麼簽不成 我說一件事,周居勞頓 因為朝鮮這個地方,這個國家 人民、民主、共和國 據說,逢有民主國家,一定是民主國家 他從來都有坐火車習慣 我當然知道毛澤東也是坐火車的 但是,他近對上一次去新加坡,他也是坐飛機 所以我不相信,他因為怕死而坐火車 因為上次已經坐了一次飛機 你問我,我覺得是一個策略 就是告訴你,我乘三日火車來乘三日火車 就夠誠意了吧 沒有理由你不跟我談談這件事 是一種談判的籌碼 但現在大家都知道 早上大家拍攝肩膀 說我們非常友好 下午特朗普已經拍攝走 所有100%的人,全部都跌倒 我先講講自己的看法 第一件事就是 我同意蕭先生的評論 他們原本兩個都想著,我犧牲這麼多 你沒理由不讓我 另一邊也是,我善出這麼多善意 你應該也要讓步一點 結果兩個都恃著自己,好像很為對方著想 而就在一些地方堅決不退讓 所以就因此破局 但我再看多一點的外媒報導 我發覺一個最大的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親自承認 在這個會議途中 他就向金正恩說 根據我們的情報部門,應該是CIA 他說,其實我發現你們在北韓 有很多個沒有公佈的地方 是有生產核燃料和一些核設施 如果你們要我們放鬆制裁 麻煩你們要將這些沒有公佈的地方 都要容許我們調查 以及落入這個撤除核設施的名單 金正恩就立刻彈起 如果你們早知道這些事情 為何不早點跟我說呢? 為何你要去到會議 即是你很明顯不相信我 或者覺得你是騙了我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臨時臨急 多了一件事要考慮 就不是我可以說 這一刻我可以做到決定 我要回去重新評估形勢 當然,最外公佈 最後就是特朗普說 其實是因為北韓拒絕 全面撤銷核設施 因為他要先放鬆制裁 北韓就說不買 其實放鬆一點點,我們都可以 但我看了這麼多資料 就覺得這一點可能是關鍵 我覺得這樣 第一,照計金正恩 真實上,打死都不會撤銷了所有核設施 即是他覺得 他當然有技術 總之要掩蓋幾個 不會讓你知道 其實對於整件事 對於朝鮮 可能不是認真太危險 但對於金氏政權是會很危險 即是,朝鮮就沒事 或者大家可能繼續維持一個 一個可能稍為專制的政權 但金氏政權是真的好 很可能是靠那個 核子武器 沒錯 但他心想 那當然是病病深麻 你特朗普不是不知道 特朗普一定是實知 即是你至少知道這件事 你最多抓不到那些地方 問題就是 大家掩蓋著眼去做 其實特朗普之前不是沒有試過 美國也不是沒有試過 總而大家掩蓋著眼睛辦簽 是不是也做了 即是美國總統 即是特朗普作為一個美國總統 第一人民總統 通常一個這樣的總統 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連任 第二個目標就是 第二個目標就是 如果是連任的話 我掩蓋著 後來出事都沒有關係 好像通往門一樣 慢慢查 第二就是 他可以讓他心目中心儀的那個人接任 這樣就事為之成功 第三就是拿諾貝爾和平將 沒錯 所以這三個目標 第三個是渺茫一點 始終諾貝爾和平將是左交選出來 但問題是他和金正恩一起握手 他搞了幾個目標 因為搞了金正恩 然後搞中國 然後搞阿富汗 再搞了敘利亞 那幾個目標 可能機會不太小 還有奧巴馬那些 他說 我搞了那一刻 和平了 之後之後 你不會收回我 其實金正恩 剛剛有足夠的誘因 是特朗普暗眼扮不知道 不知道給你 沒錯 事實上暗眼扮不知道 那個人布殊也試過 暗眼扮不知道 是第二樣的扮 對 即是特朗普 法大部有這個大殺生 其實大家心照 這件事 他認為他應該心照 為什麼突然反面 我認為特朗普反面 應該有他自己的性格 都不是一分之一 你覺得都是一種談判策略來的 因為現在坊間一般的評論 我也不太反對 他就說 雖然散了 大家心裏面都知道 隨時可以再開 有什麼所謂 這兩個人都不要面 他不是說 你現在侮辱了我以後 特朗普的談判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從來都是 他轉過頭可以裝沒事 他也是我的朋友 可以繼續談 這件事 都同時間 存在金正恩身上 金正恩也是他罵完 又說自己什麼 要按核彈 又說其實可以談 是中戰的 基本上 現在我做股票 現在已經對這兩個人 是全無反 做什麼都影響不到你的判斷 因為他們所有事情都在180度 突然間再轉 沒錯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方式的問題 特朗普 這個時候 當然也有些人說 這是向習近平施壓的手段 就是告訴習近平 你不要以為我釋出善意 就等於我最後會跟你談 因為我記得早前 《紐約時報》 又放了一封 特朗普在這個 中共談判裏面太軟弱了 讓步太多了 又迫貿易代表要接受他們 盡快要寫好貼意 現在特朗普會告訴你 談好了 我都可以抹桌走 更何況一個月後的中美貿易協定 有人都說這種談判性 所以我看 因為我們都 有時都叫做好門來看 這樣說 說好過死線 死線又延期 然後原來發現 看他的新聞 被他玩得很厲害 原來是延期 然後又延期 然後又延期 到最後究竟要怎樣搞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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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黑暗中 因為這個是很明顯的 你沒有感受那麼深 因為那件事本應是 在股票市場 在金融市場上 會反映出來 但現在金融市場 已經對於他們的反口 是完全沒有反應 即是某些戰 是完全沒有反應 升到升到跌到跌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當然 還有一樣 我們考慮的是什麼呢 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如果這個會議 是延後 即是就算不是取消 對金正恩 是最不利的 因為在經濟方面 其實北韓一路被人制裁 已經快要受不了 你繼續政除下去 北韓就更加弱 你到時可能要作出更加大的讓步 但周顯大師就不同意 是嗎 因為我沒有看一些朝鮮的數目 你便看了 因為金正恩是爭取不太多 但我看到的所有去路的記者 出了一些專書 我想都出了十幾本 不知為何就賣光 因為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賣光 你看 在金正恩這七年之中 北韓是有一個很翻天覆地變化 即是好像中國那樣 你是 visible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叫做虛火 總而言之是整個 譬如說他們多數只去到平壤 是換言一身 還有很多出了很多土豪 那些 然後大家又唱K 整個地方不同了 所以建了幾十年後 建了那個扭堅酒店又建好了 大家覺得整個平壤 至少在平壤那裏 是完全改變了的 雖然可能反映不到 因為他反映不到貿易那裏 反映不到GDP那裏 因為GDP那裏 和貿易和幣值很大影響 但是看到那些人還拍照 那些記者 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金正恩應該是 令到他暫時來說 那些支持者 因為他支持者是一批平壤 暫時都很滿意他 其實當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比數低 其實你是 不過比數低的時候 你發展到菲律賓、越南 比數低的時候 你發展其實是不太難的 我講少客觀數據 我只看了近兩年 2017年 他的經濟增長 GDP增長是3.9% 但是2018年 就跌回3.2% 但是我覺得 這些客觀的經濟增長 或者數值 可能參考而不大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 歷史 你便會發覺 為何北丹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 因為他不開房 裏面的人都不知道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生活是怎樣 他便覺得自己是最開心的 北丹還有一個理由 因為大約二十多年前 將所有的小宿民 把小宿民都趕走 趕走北丹 然後你沒有收掉他們的財產 沒有收掉他們的樓 如果香港都做過什麼 大家都會很開心 在北韓的地方 持續封閉 北韓人其實不太知道 外面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們的容忍度 可以比其他人更高 再加上委內水 那情況 你就會知道 很慘不代表人們要抗爭 或者生存不到 很慘 只會想一個方法 就是在很慘的情況下 繼續生存下去 這可能是金正恩次序的地方 因為窮都窮了這麼多年 餓死人都餓死了這麼多年 都不相差餓死多幾年 北韓不會突然開竅 然後推翻政府 如果是,十幾年前已經推翻了 好,下次我們再講其他話題